行动管制令逐步放宽 民众能够自由出门透透气 但是许多人似乎忘了 放宽不代表没有管制 我们还需要遵守政府设定的各种防疫措施 国防部长伊斯曼·沙比利今天就提醒民众 出门必须保持警惕 如果大部分的民众和业者不严格遵守防疫的SOP 那么疫情要是再度大爆发 我国不排除会再度封锁 国防部长伊斯曼·沙比利今天在记者会上 特别秀出透明手套当道具 表示有许多酒店和餐厅等 在提供自主餐时 不但没有安排服务员在场 更没有提供顾客一次性手套来拿起食物 这是不符合防疫SOP的 而当被记者问到 有报道指学校老师自己掏钱购买口罩和洗手液 给学生一事 部长回应说 既然是政府要求校方 要为学生准备口罩和洗手液的 那就应该由校方负责购买 而不是老师私人掏钱购买 另外伊斯曼·沙比利表示 政府已经允许持有准证并且逗留在我国的外劳复工 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先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在这里面有准备口罩和洗手液的